3月7号在中加宽屏新视波摄影棚录制媒体维生素专题节目 由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制作 邀请各方代表前来分享关于媒体自律与儿少保护的观点以及经验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执行长腾熙华表示 基金会长期以来推广媒体素养 希望让一般大众能够认识媒体 并且了解媒体自律的机制 他也表示中加宽屏长期以来致力于公益活动 并与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密切合作 本次录制媒体维生素节目来到非商业频道 更能够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畅所欲言 我们这些这两三集的节目的制作 其实要特别感谢中加 原因有几个是因为中加从成立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的活动 那在这个公益活动的过程里面 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也一直都是中加的合作伙伴 那第二个是我们认为透过这个有线电视跟系统台 这个角色里面 更能够把我们这个公益频道公益节目 能够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 而且这个不是在商业台的运作 所以更加能够让我们在来宾 在讲这些类似的相关的主题的时候 更能够站在公共利益上面 而且不受到不管电视台的立场 或者是商业电视的这个考量 所以更能够畅所欲言 中加宽屏新世播总经理徐雪玲则表示 中加宽屏除了与媒关基金会合作录制节目 也持续赞助基金会评选优良而少节目 藉此提升节目品质 在地方上也将媒体氏族的工作推进学校与社区宣讲 2022年还举办在地影像赔力增见计划 透过举办工作方的方式 教导民众学习制作新闻短片 让民众得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替自己发声 也就是说他想要表达什么意见 或者是他也可以为自己发声 那么我们透过举办各种工作方 那么可以让他们学习怎么做 自己拍摄影片 那这个增见计划就是我们提播了200万的奖金 所以你可以拍新闻短片 也可以提案做节目制作 那我们希望鼓励更多人投入好的节目 或者是能够为自己发声 那所以这是我们会持续做下去的 本次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与中家宽品新世博合作开设专题节目 媒体维生素 来推广以及宣导有关于媒体试读的观念 让民众得以在资讯爆炸的年代 成为具备判断力的现代公民 也期盼促使媒体产业能够朝向更健全的方向发展 带给乐听人更优质的节目内容 记者里根基新北报导